Hello,大家好,我是翼王,這次來上手和評測一下 老黃最新發布的RTX4090顯卡的非公版 所載的RTX4090AMP Extreme Aero 經過了兩年的準備,老黃最新推出了新的40系顯卡 這次的新架構名字是Edda Lovelace 這位埃達洛弗萊斯,是著名的英國士人拜倫的女兒 是個數學家 同時更重要的是,她是史上第一名程序員 是的,程序員主事業她是一個妹子 或者應該叫主事奶 首批使用Edda架構的40系顯卡包括4090-24G、4080-16G和4080-12G 後面兩張卡除了顯存容量不同之外 CUDA單元數量差別也挺大的,不知道為什麼都被叫4080 第一款上市的40系顯卡是4090 看官方放出的架構圖是少了超過一整組的GPC 可能是預留給90Ti或者是A字頭的專業顯卡 至於這個新Edda架構具體的技術改進細節 也估計大家感興趣的程度還沒有對Edda本人的那麼高吧 畢竟是顯卡,還是要拿來用的 實際的性能才是關鍵 在發布會上面能看到,這次新卡提升的重點 被放在了光追和新推出的DRSS3功能 官方放出來的性能提升是比較誇張的 什麼光追兩倍速度,DRSS3可以實現最高4倍幀數之類的 所以,我們當然會認真地測試一下跑傳統遊戲時的性能提升 這次我們來上手評測的卡是來自索泰的非公版 RTX4090 AMP Extreme Aero 這張顯卡搭載了一個超大體積的散熱器 我們比劃了一下,面積基本上和360冷排差不多了 同時有著接近四槽的厚度,4090不管是公版還是各家的非公 散熱器體積對比上一代普遍都有所增大 感覺顯卡這個叫法也應該與時俱進的更新一下了 叫弦鋁銅混合定子應該是挺合適的 這一代的索泰AMP顯卡整體外觀使用了圓滑類似跑車的流線型設計 顯卡正面是3個11公分的大風扇 在提供強力散熱性能的同時還能保持靜音 顯卡全程上下有5個ARGB燈光區域 搭配索泰最新的Spectra 2.0燈效系統,可以實現酷炫的效果 其中比較有意思的是頂上這一條官方叫做紅橋幻影的燈帶 點亮之後燈光會和原本的漸變圖層融合到一起,還挺漂亮的 這張顯卡的顯示輸出接口是3個DP1.4A加一個HDMI 2.1,是比較常規的配置 顯卡頂上還能看到採用了最新的PCIe 5.0標準中的16幀供電接口 這玩意正式的名稱是12V High Power 出的12條是供電,6個正12V,6個Ground,也就是副級 它比30系上面用的12P多了頂上的4根CC的信號線 其中兩條用來告知電源顯卡這邊的情況 另外兩根是由電源告訴顯卡這個插頭可以提供多少W的電 是的,12V High Power 16P接頭其實有幾種規格 就好像USB接口一樣,插頭形狀,針腳完全一樣都怼得上 但是性能有差別,12V High Power有150W,300W,450W,600W,四種 通過信號線,顯卡可以知道這個接頭的類型 如果接頭提供的功率不足,顯卡可以選擇不鳥你,不起床幹活之類的 這個接頭的好處是更省事了,簡單的一根線就可以滿足各種需求 底線也更輕鬆了,缺點就是需要電源那邊支持 當然你電腦的就電源沒有這種新接頭也不用怕 索台這張4090附送了轉接線 可以將四個傳統的PCIe 8Pin轉換成12V High Power 600W接口 並且這條轉換線裡面有邏輯電路 我們拿萬用錶測試過,根據你插的8Pin數量的不同 信號線的狀態確實是有差別的 我們測試過,索台這張4090在使用轉接線的情況下 只插兩個8Pin開機它會黑屏不工作,在系統裡面也檢測不到顯卡 插三個8Pin能開機但是功率跑不滿 一定要插夠四個插頭才能滿血工作 然後RTX4090 ANP Extreme Aero還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贈品 是一個顯卡支架,但是比起以往的要短小很多 因為顯卡本體比較厚,支架也就不需要這麼長了 嗯,小小的也很可愛嘛 接下來我們將4090的PCB曬掉,看一下本體散熱器 是的,肯定是那個不管從面積還是體積來看 都更大的散熱器才是本體對吧 RTX4090 ANP Extreme Aero散熱器採用了均熱板加酒熱管的設計 加上高密度的漆片 不用測都知道散熱表現肯定非常好 並且還配備了一塊高強度的背板 可以確保散熱器不會出現彎曲的情況 從贈品PCB上面我們還能看到一個AD102核心 旁邊是GDR6X內存,在周邊是24加4項的超豪華供電 可以確保散熱風扇工作穩定 接下來看一眼GQZ看看4090和上代旗艦卡3900Ti的參數差別吧 晶體管數量那個應該是數據庫錯誤 先不管,看和官方數據對得上的部分 對比上一代旗艦,4090的流處理器多了50% 但是因為換了台積電4nm的工藝,核心面積反倒小了一點 新顯卡的頻率也有所提高,Boost頻率超過2.5G了 不過接口它還是PCIe 4.0x16 雖然供電接口已經先換成5.0的版本了 搭配的顯存就還是GDR6X24GB,頻率以及位寬都是一樣的 顯卡介紹完,接下來就是性能測試的部分了 不過為了安全起見,來介紹一下我們這次測試顯卡的平台 首先CPU還是用的12900K,大核超頻到了5.2G 而為了國慶能有加放,我們提前對30900K太開始的測試 這樣的時候還沒有拿到7950X 而且看按按評測,開了PPO的7950X實際的遊戲性能 和默頻的12900K也就打得有來有回而已 至於13900K,就算我們有,現在也不能放出它的遊戲成績 散熱器用了VK瓦爾機裡的GL360 壓制5.2G的12900K還是非常輕鬆的 而且外觀以及燈效都非常的酷 為了更好的超內存,主板我們用了微星的Z690i Unify 兩條內存槽的主板就是比四條的好超內存一些 這塊主板帶12900K超5.2也問題不大 反正也不是長時間烤機 內存用了海力士最新的A代顆粒的DDR516Gx2 經過一輪調教我們超到了7200C32 延遲壓到了50出頭 雖然都說這個內存上7500很輕鬆 但是可能是因為顆粒太新了,主板BIOS沒有支持到位 或者是CPU內存控制器體質的原因 我們主張的這兩隊在保持低延遲的情況下 只能7200過烤機 順帶一提,上面的散熱片是B站UP主風華自己出的 而為了穩住內存和CPU的超頻 我們還加了風扇吹著這個平台 硬盤用了悉數的PCIe 4.0固態SM850ETB 測試時全部遊戲都裝在了SSD裡面 這次測試我們還使用了一個比較新鮮的配件 是最新的ATX3.0電源 是來自全漢的Hydro G Pro 1000W ATX3.0標準的重點是動態響應 就是應對突發高負債的能力 它需要比以前高很多 ATX3.0標準需要電源能夠承受住100微秒 200%的突發負債 就是1000W的電源要能夠承受住2000W的順時負債 ATX3.0電源這個設計是為了應對峰值功耗 越來越離譜的新CPU和新顯卡 不過老黃在發布40系顯卡時 專門說了新一代顯卡對於峰值功耗問題有進行的優化 所以對於40系顯卡來說 ATX3.0電源有沒有必要呢? 我們等一下會用12bit高精度示波器 和高頻的電流探頭好好的研究一下 全樣這款新電源也提供了一個前面提到的 PCIe 5.0的12V HIGH POWER接口 1000W的電源一般只能提供一個滿顯600W的12V HIGH POWER 接下來參照物我們用了索泰上一代的旗艦卡 3090Ti PGF 性能發揮也是非常強悍的 最後是軟件環境 因為Win11 22H2是最近幾天才發布的 所以測試依然是用的21H2 驅動的話 3090Ti用的是40系上市前最新的驅動 而4090則只有測試版的驅動才帶著起來 過去我們也測過很多數發顯卡了 老黃還不至於在這麼近的幾個版本的驅動上面做手腳 另外我們這一張RTX4090 AMP Extreme Aero使用的BIOS 是默認得450W TDP的版本 索泰那邊有600W的BIOS 實在是不夠時間驅測 據說提升也不是很顯著 軟硬件環境都講完了 那麼按照慣例先來看一看理論跑分 首先是IDA64 GPGPU測試 這東西就是拿顯卡來跑通用計算 和光追AI之類的就沒有太大關係了 可以看到4090的單雙精度浮點 以及整數運算性能都是3090Ti的翻倍還多一點 還強挺多的 然後是電腦上最好玩的遊戲3DMark 在傳統的綜合測試場景之中 提升在70%到80%之間還是相當大的 Fire Strike和Time Spy都是不含DLSS和光追的場景 看來4090跑傳統遊戲也會有很大的提升 3DMark還有一些功能性的測試項目 除了PCIe大寬測試 因為接口都是PCIe4.0x16 所以完全沒有差別之外 其他項目4090都比3090Ti強了不少 不過幅度有差別 最小的提升有百分之三十幾 最高的提升超過了百分之一百 然後3DMark的測試板可以對4090進行DRSS3的測試 因為素材場景這些和DRSS2的測試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和DRSS2的成績放到了一起做對比 可以看到DRSS3的理論性能提升還是挺大的 過來還有兩個理論測試 一個是Vray5的顯卡渲染 不管是CUDA還是RTX模式 4090的提升都接近百分之一百 然後是Spec ViewProf 這裡面根據項目的不同 4090的提升也有挺大的差別 最低百分之十八,最高超過百分之一百 全部項目平均下來提升接近百分之六十這樣 理論的測試看完 接下來就是正式的遊戲對比了 我們先從沒有光追,沒有DRSS的傳統遊戲開始看起 而為了盡可能讓顯卡跑滿,能測出真實的差別 我們全部是跑的4K分辨率和開最高的畫質預設 除了英靈電,體積雲是開到最低的選項,是中 畢竟中杯大杯超大杯嘛 這四款遊戲中提升最小的FF14 4090的平均幀也強了有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一低震強了百分之四十幾 我們看過後台監控,確認是CPU那邊瓶頸了 畢竟它是個網遊 表現最好的地平線5,4090就有接近百分之八十的提升 即使沒有DRSS之類的新技術加持,4090依然是相當的強悍 接下來就是現有的,飛車日版的能開光追和DRSS一或者二的遊戲 可以讓4090和3090Ti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進行對比測試 而且我們分別測了開關DRSS的成績,可以單獨看到光追性能的提升 在這一輪的五個遊戲裡面,4090的表現比前面跑船的遊戲時還略好一點 平均幀提升最低的也有百分之六十四,最好的直接到百分之八十了 不過4090開DRSS2之後幀數提升比例和3090Ti差別不大 看來4090運行DRSS2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加成 還是要看看後面的DRSS3的測試 當然因為機數比較高開DRSS之後直觀的幀數增加還是比較多的 4090跑部分遊戲,開DRSS平衡模式時直接都上到200幀去了 不過也有幾個遊戲,4K下畫質預設和光追開滿 原生狀態即使是4090也穩不住60幀,還是要靠DRSS幫忙 所以接下來是關於NV這次主推的DRSS3功能的測試 目前還沒有正式的遊戲支持DRSS3,這幾個項目全部是跑的測試版本 因為DRSS3的重點是AI補幀,導致遊戲自己記錄的幀數都不準 需要使用NV官方的工具frameview來記錄 所以只是給大家提前預覽一下DRSS3的大致表現 等搭載DRSS3的遊戲正式出來之後,情況可能還會有變化 有DRSS3加持之後4090的表現確實更好了一些 在測試版的2077裡面,同樣開DRSS性能模式 4090的幀數比3090Ti多了六七十幀 不過確實也沒有達到官方說的3090Ti的四倍幀數 只有兩倍多一點,我們已經是按照review guide上面寫的設置去調了 看官方的對比圖,2077項目下方有一個括號 說是使用新的RT Orbado Live的情況下測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們拿到的測試版還沒有實裝這個東西 然後是F122,這個項目中雖然DRSS3還是強了 但是這個提升就小一些 我們開了監控軟件檢查了一下 發現4090在跑測試時,是CPU這邊瓶頸了 這已經是4K分辨率開光追了 又一個4K分辨率下CPU瓶頸的遊戲 過來是國產遊戲《內水寒》的demo 4090開了DRSS3之後,幀數居然超過了原生的400% 接近5倍了都 硬生生將一個PPT級別的幀數拉到了可玩的程度 實際看了一下demo錄像 光肉眼看,確實感覺不太出來是AI補出來的 當然DRSS2性能磨合下也有原生幀數的3倍 只不過基數實在是太低了一點 這個demo也是我們測試中4090提升最大的項目了 開了DRSS之後,4090的幀數是3090Ti的3倍 最後一個項目是UNITY引擎的Demo Enemies 開了DRSS3的4090平均幀數是3090Ti的260%還是相當之強的 當然除了幀數以外,很多同學可能也會想看一看 AI補出來的畫面質量好不好 我們簡單挑了兩個demo 在4K分辨率下分別錄下關閉DRSS 開DRSS2性能模式 開DRSS3性能模式的畫面 然後進行了一下簡單的同頻對比 不過說實話在4K分辨率下,我用48吋的LGCE去仔細觀察都很難看出差別 視頻網站上面壓縮過的碼率應該就更看不出了 DRSS改進了這麼多版本,比最開始出來的時候好了不少 2077測試中差別最明顯的是藍杆這個部分 DRSS2會出現明顯的鬼影的問題,而DRSS3中就沒有了 注意要區分一下鬼影和畫面撕裂 後者是沒有開垂直同步導致了,三個畫面都有 而Unity這個demo,DRSS下的畫面銳度反倒還高一點 不看這個對比我都忘記DRSS本身還有抗距齒的功能了 除了這一點以外,就算暫停下來仔細觀察都很難看出差別 這次實在是比較趕,等以後有機會再研究一下分辨率更低的情況下的畫質區別吧 最後就是烤機的部分了,簡單的烤甜甜圈的話 RTX4090軟件讀取的功率剛好卡在450W上 這個時候RTX4090 AMP Extreme Aero的GPU溫度只有60多 熱點70多,風扇轉速不到1400轉 噪音基本上在40分貝以內 這個巨型散熱器的散熱性能確實是相當的強悍 甚至給人一種這個規格是不是高過頭了的感覺 這個功耗和3090Ti考甜甜圈時是差不多的 不過大家都知道,軟件和功率計算出來的功率數值 是一段時間,比如一秒之中的比較平均的數值 他們做不到微秒級別的精確測量 而顯卡在實際玩遊戲的時候,功率並不是一條直線 上下浮動是比較大的,而且變化非常快 特別是之前30系的時候就鬧過峰值功耗的問題 瞬時的最高功率會超出軟件和功率計識別出來的不少 導致很多電源看上去帶了動顯卡,實際用起來會黑屏死機 像前面說過的那樣,這次發布會上NV也專門講過這一點 所以這次的4090顯卡,我們也專門去測了一下相關的問題 畢竟這關係到你需不需要為了新顯卡去換電源 這裡我們用到了普圓晶電最新推出的 搭載了他們自研芯片組的HDO4804示波器 它的垂直分辨率去到了12比特,可以捕捉微小的信號 再搭配高帶寬的電流探頭就可以測出微秒級別的電流變化 然後因為顯卡用的電壓主要是正12V,乘一下就能看到顯卡的順時負載了 順帶一提這個探頭是過了計量的,雖然電流測量本身也沒有這麼精確 不過觀察一下顯卡的功率變化還是可以的 測試時電流探頭會卡住主板24PIN和顯卡供電線上面全部正12V的線路 我們已經提前測試過,不插顯卡時不管是跑田田圈還是FPU 24PIN上面的12V線路只有一安不到的電流,主要是風扇在用 所以後面測出來的功率基本上都是顯卡的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考田田圈時顯卡的順時功率變化 因為田田圈的畫面測染流程過於簡單穩定 所以顯卡的峰值功率並沒有超出有效值太多 順時峰值功率只有500多瓦 3090Ti算是後期的三人系refresh版顯卡 其實已經是優化過供電的了,所以順時峰值功率和4090差不多 不過就算是3080這張首發的三人系顯卡 跑田田圈時功率曲線也是比較平緩的 所以還是跑遊戲時才能看出問題 經過我們測試,4090在跑2077的時候 軟件顯示功率是比較高的 不過波動並不是最大的 雖然峰值電流也到了50安 但並不是最高的那一個 放大看波形細節的話能發現雖然小躲動比較多 但是大幅度上下跳變還是相對少一點的 順帶一提圖裡面框起來這塊是電流大於平均值的時間段 有10毫秒這麼久 說明4090玩2077時還是有比較長的時間處在峰值功率上面的 我們測試的幾個遊戲之中 古墓11暫時是波動最厲害的那一個 雖然平均功率比2077低了不少 但是峰值功率更高 而且電流曲線像過山車一樣 這裡我們也是拿了3090Ti和3080做對比 為了節省大家時間 我們把必要的信息摘出來列了一個表 其中包括電流跳動最大的位置的斜率 這裡我們已經是調整了各種設置 讓4090的功率盡量拉滿了 對比起來3080的峰值功率問題是最嚴重的 明明軟件顯示功率只有300多瓦 峰值功率卻和3090Ti、4090非常接近 而3090Ti和4090已經是有明顯的改善了 就是峰值功率還是會到600瓦以上 只不過峰值功率持續時間比較短 而且並沒有ATX3.0標準裡面寫的那麼離譜 至少我們仔細看了一輪 沒有發現200%、300%的順時功率 對於4090來說我覺得ATX3.0電源並不是必須的 不過這一塊其實還是比較複雜的 這一次測試的遊戲和選項不夠多 如果有比較多人想深入了解的話 後面看一看要不要再開一個專題吧 現在可以確定的是 非ATX3.0標準的巨款電源 給4090預留650W的功率應該是最穩妥的做法了 搭配i9之類的高端CPU的話 最好上到1000W或是以上的電源 以及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地方是 目前看下來4090的平均功耗和峰值功耗 其實都沒有3090Ti太高 不知道為什麼實際出來的顯卡散熱器規格這麼高 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神奇的事情 最後是總結時間 嗯...其實也沒有什麼好總結的 和上一代旗艦3090Ti對比 4090性能提升確實非常多 價格卻接近 你有需求又能原價買到的話 買就完事了 像所在這張AMP Extreme Aero就挺不錯的 使用起來非常安靜,體驗還是很好的 好,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點贊和評論支持一下 希望觀眾就順便點個訂閱 就不會錯過後面的精彩影片了 我是魚王先生,再見,掰掰